好 那剛剛講完檔案的怎麼打開 那現在打開之後你可能要去做讀的動作 那讀的話這邊它的這個還是長這樣 那第一個參數就是說 要讀的那個線 就是FD這邊是說 我從指定的讀取資料 然後把它寫到buffer這邊的 buffer現在指向這個緩衝的5件 然後第二個buffer就是 就是它會給它一個buffer 拿來讓它寫進來 然後就讀的東西把它寫進來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參數offset 就是偏移量 因為你讀完你要把它寫下來 那它就是看它的偏移量是多少 就是那個檔案看它的偏移量是多少 然後lens的話就是你可以就是說 要從這個檔案讀取的位元主數到底是你要讀多長 那position這邊是說你要從哪邊 就是說從檔案其實的位置這邊開始讀 然後最後面它有接一個callback function 就是說萬一你今天沒有讀到這個檔案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callback function來處理 那第一個參數error就是我把錯誤的訊息告訴你 然後在buffer這邊是說 我可以讀取的位元素是多少 然後buffer就是說 因為有那個 我把就是buffer這邊是說 我讀到那個東西的物件 那這邊就有個小例子 就假設說我今天 我今天寫個檔案 然後我把它打開跟怎麼讀 那這個剛開始就是你先用這個模組 Fs這個模組 那你載入進去之後 那你就開始讀 那讀就是你剛開始要讀什麼檔 然後再來是 這邊是flag 就是剛剛講到的 你要用什麼的方式去開啟它 然後開啟它的話 那假如說有錯誤發生你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後面就有callback function 那假如說有錯誤的話 那就把錯誤訊息告訴你 那沒有的話 那我就是把我讀到的東西 然後到下面 就是先 我這邊用一個buff 那我就是 用一個buffer 然後 然後 把是說 它有個委員主數是多少 那我今天 打開一個檔案 我可以開始讀它 那我讀它的話 那我就是 把 因為你剛剛 打開的時候 你把那個 讀出來的東西 你放到Fd那邊 然後到下面 你打開了之後 那你去讀它 那你再把 你這個 檔案給它 那給它之後 那buff這邊就是 buff這邊就是 給它一個buff這邊 然後我讓它去寫出來 然後 0跟8就是 0是 0是從你要 那個什麼 寫入的偏一樣 然後 8的話就是你總共要讀幾個委員數 所以我這邊只要讀buff而已 然後 再來是 0 0的話 那這邊 因為它 是說你要從檔案的哪邊開始讀 然後 它是一個position 那個參數 那就是從剛開始的地方開始讀 那 讀完之後 然後再把copei方學放後面 然後再處於錯誤的情況 那我之後 再把說 我讀到的東西是多少 然後 下面 豆鼠第二行這邊 點dog這邊是 我總共讀了多少個東西 多少個委員數數 那我把它寫出來 然後再把我讀到的東西 寫出來 那 出來的情況是這樣 那 剛開始這個 我這邊是把 我這邊是把一個檔 就是檔案 content這個檔案 最上面那個 好了我的是說 這content檔案裡面 到底是什麼內容 然後再來是說 如果我用二經文的方式去讀 那就是第二個 他會 他 他用二經文的方式去讀 然後 讀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那我最下面這個就是說 就是剛前這個程式碼做的事情 我總共只要讀八 從零 零開始 然後 數八個 所以是零到七 然後 那我讀出來的結果是 下面也是這樣二經文 那就可以對照一下 跟上面的道理面一樣 那一樣的話 代表說 對 就是成功這樣 那剛剛講到了 幾乎在講 剛剛先講特色 那講完特色 那再講說 為什麼要 Node.js 那他就簡單建立一個伺服器 然後把他特色講完之後 那接下來就是講 一些模組的部分 那這些模組就是 他是用 Event Driven 這邊 所以他就是幾乎中 會有 會有牽扯到回覆函數 Codeback function這邊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在他實現 HTTP伺服器跟用戶段這邊的部分 那他在HTTP模組這個地方 他就是 有弄了一個可以 可以拿來當作伺服器的 然後他有一個簡易的用戶段這邊 那 HTTP.server 他是一個事件為基礎的 HTTP伺服器 那 Request HTTP.request 這邊是 給HTTP用戶段 的一個工具 那他就可以讓 他可以向那個 伺服器發出請求 那這邊是 伺服器的部分 那 剛開始我先載入這個 模組 然後我接下來 就是會用到 請求處理 HTTP的請求處理函數 那我把它用成 我用cordback function的方法寫下來 就是 我 裏塊這邊是說 他是接受請求的物件 跟 response這邊是反應的物件 他會有兩個參數 然後 那這裡面 create server裡面 那 我裡面擺說 如果 response.right head這邊是說 如果我真的有這個 你有連到的話 那我要跟你講什麼訊息 那我這樣 response這個 寫出來 然後 給使用者 在瀏覽器看到說 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對 那他在這個事件 他是 以事件為基礎的 HTTP伺服器 那他裡面 就有三個事件 request connect 跟close 那他就是 他用這三個事件 就可以來 那個 實現HTTP伺服器的功能 對 那他只是 他其中三個事件 那 我們先講第一個事件 request 那 就是 如果有 用務端的請求到來 那他就會 這個事件就會自己被觸發 那 在這個事件裡面 他就有兩個參數 就是你今天有個需求給我 那我 就是會有 request 跟respond 這兩個 參數然後來回應 就 對 然後再來另外兩個事件 是connect 跟close 那connect就是說 當HTTP連接建立的時候 那這個事件就會被觸發 那close是說 嗯 伺服器關閉的時候 那 關閉 這邊 就是 嗯 不是說 連線者中斷也算 是只有說 伺服器關閉的時候 那 這個事件會 會觸發 就是跟使用者自己連線中斷 是不一樣的 那在 這個server 這個事件還有 嗯 還有其他的 那 比較常用到就是create server 然後 就是建立一個伺服器 然後 我把request 這個 就是弄一個request 這個監聽函數 就是像前面這個 嗯 我們在create server後面 然後 把 那個 把 把 把那個 要 把 coperate function寫進去 這樣 那 這就是 嗯 demo的那個 情況 那 剛剛講完的 那個 建立伺服器 那 嗯 這邊的話 它是 因為你http請求的資訊的話 那它就是 會是有sever 這個request這個事件發送 那會放在第一個參數 就是 前面 前面 前面這個 function 後面 它第一個參數是request 那 那它這個事件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 嗯 一般http請求就是包含 它會有一個請求的標頭 跟請求一個本體 那 這個本體可能 它 它在傳輸的時候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 要控訴這個傳輸的話 它就是用到了三個 三個東西 data end 跟close 的這個事件 去處理說它如果 如果本體它的傳輸是 需要花時間的話 那它下面這三個事件 可以拿來做 做 來控管它的意思 那data的話就是 你今天有個請求來 那就是 它就會被處罰 然後 它就是會提供一個參數 然後來表示 接收到的資料 那 如果這個事件你剛開始沒有 你沒有去檢定 就是剛剛講 如果你沒有去註冊 對 那 它就會直接被 那個請求本體就會被拋棄 那 在data這個事件 它可能會被重複 無較多次 那end跟close的連製作 如果你今天一個 今天請求 打錯字 請求本體如果 傳輸完了 因為它可能 它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它傳輸完了之後 那這個end就會被觸發 那 就是告訴說 我之後不會再有資料來 那close的話就是 close的話就是 使用者目前的請求 就是我沒有要 我沒有做出請求的話 那這個事件會被觸發 那一般 你要從伺服器 拿到get請求 那 其實這get請求 就是也被包含 在路徑之中 那 UIL 它是一個完整的請求路徑 那就是 包含了問號 後面這個部分 那 所以意思是說我們可以 可以手動去 去解決後面 這個get請求的這個參數 那 我們要怎麼做 就是 在 在 node.js裡面 它裡面有個模組 叫做 UIL 那它這個模組 是專門在處理 UIL這個部分的 那它裡面有函數 PILA11這個函數 它就是可以來 解 就是 把有關 就是 做出UIL 這個 它需要 用到的一些功能 那我們這邊有個小例子 就是 呃 剛開始先宣告的 你需要 一個 HTTP的模組 然後 再一個UIL 的模組 就是你要來 拿到UIL的這個路徑 然後 再來 我們會用到一個UTL 之前有提過 那 接下來我就是 開啟一個Server 然後 我Response回應 就是你連到這個Server 那我給你 回應就是說 呃 我 這邊會把 你的那個 UIL 把 的 資訊給你看 那 在 這行的部分 是說 我Response.m 就是說 我這個結束請求之後 回應之後 那我就突出這個訊息 那 這邊它這個 它這行程式碼有點長 那意思是說 你快點UIL 就是 就是 我拿到這個UIL 那我經過UIL.prse 這個函數 我可以把你這個 UIL 我會 就是 有點類似 過濾的感覺 就是 因為你可能使用者 會隨便亂打 那所以這個方 這個函數就會先做基本的過濾 那 過濾完之後 那它會 把它變成一個 呃 那個 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 UIL的路徑 然後 我們在GEO 剛剛前面提到的 inspect 這個模組 然後 它可以把它寫成 它可以把它就是 拿來 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有點類似轉字創的方式 然後把它顯示出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看一下 好 那現在這個 CREATE SERVER這邊建議的 那因為它是在等待 等待回應嘛 那我們現在假如說在 開一個對覽器 然後 然後假如說我打這段 打這段上面去 那它就會顯示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的意思呢 就是 這個結果的意思就是 它 它 會把你的路徑 用 UIL這個.prse 它會做基本的一個過濾 那把它 把原始的路徑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 那這邊的query這個訊息 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的GATE 它就把GATE的請求 把它結錄下來 然後 路徑就是PASSMAN這邊 那這是一個比較 就是簡單取得 GATE請求這個內容 這部分 那在 請求POST的這邊的話 那 GATE的請求 它會把所有內容 編碼到 存取的路徑之中 那POST的話 它會把 都寫在本體之中 那因為 其實 在 Server Require這邊 它並沒有一個屬性 你可以 就是 它沒有屬性內容 是請求本體 因為 你在等待這個 請求本體的時候 會是一個 可能會是一個很耗時的工作 就是像一個 上傳檔案 那 如果假如說 今天是有一個很惡意的 POST的請求 那它也會消耗伺服器的資源 所以 Nome.js 它是不會 它預設是不會去 解析請求本體 的 那這邊是 請求本體的內容 那這只是 把它 秀出來看 裡面到底是什麼 那 一般是 不會 不會 要去解析 就對了 然後 剛剛講完了 Response 那邊講Response 那 Response它這邊 有三個 有三個 這三個 就是 它是回傳給用物端的資訊 那可以讓 使用者最後看到什麼 那 Response.right head 這邊是說 它要 寫的那個 嗯 寫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 它 剛開始第一個 Status code 這邊是說 它 要 向用物端回復這個 反應的標頭 那 這 第一個是狀態碼的部分 那200是說 請求成功 40是說 未找到 那 後面這head的部分 就是 它是一個類似 連結陣列的物件 那 表示反應標頭的 每一個屬性 那 如果你沒有呼叫它的話 它會自動產生一個 響應頭 那 right Response.right 這邊就是寫 你要讓用物端看到的是 什麼東西就對了 內容 那在 Response.right 那你就可以用 Response.right 就是寫一些 你想要讓 在流行機看到的內容 那 等到end發送的話 那就是 它這個end就是結束反應 就是 告訴用 用物端說 那我發送都已經完成了 對 那如果你沒有 你如果最後沒有 沒有這個Response.end的話 那 用物端就永遠就想說 你還有東西要傳 那就 就一直在等待 那 那剛剛講完的伺服器端 那它在用物端這邊 它是 用了兩個函數 一個是request 跟一個是get 那它就是 功能就是要向 伺服器發行請求 等 那 那 因為request這邊 它可以 有 它可以在裡面定義是說 看它知道 gast還是post 那這邊它後面 http.gast這邊是說 它是一個 它是可以更簡便的方法來處理 gast 那 因為它一般不會去弄post 所以它 就會才會有這種 簡化版的這個 http.gast 那 它 簡化版就是 你可以 不用 因為它自己把請求的方法 設為gast 然後也不用去呼叫最後那個end 那 部分 那 這是 今天 這個是 get這邊的 電話部分 然後這是輸出的結果 就 假如說今天 我給它一個主機 是www. bygoid.com 那我後面 就把我 get的內容這樣輸入出來 輸出出來 那 這邊是 connect request這邊 那 那它和 server response這邊 它是一樣 會提供一個write 和end的函數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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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端的response 一個是用戶端的request 那 它這邊會有幾個函數 那也是 如果 詳細內容的話 就是看 note.js的文件 note.js的文件 那 那 那 再一下 因為剛剛是request 那 用戶端的response 的話 就是它跟 server的response 有點相似 那也是有三個事件 那 data的話就是說 呃 有資料到達的話 那它就會出發 然後去用 trunk 這個參數 去接收到資料 然後 去把資料接收 然後 and的話是說 你輸出結束的話 那就會出發 那close close 這個出發的話 是說你的連接結束 那這是它的一些屬性 那 後面它這個是 它比較特殊的函數 那 這邊因為 行就完全可以 這邊先跳過來 那 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 從特色開始講 然後再 講到一些模組 那 我們接下來 最後的部分就是 會有一個就是 有點類似 綜合前面的部分 那就是會有個 我今天講說 我要 我要 我要用node.js 來一個httb 進來檔案輸出 那到底要怎麼做 那首先我就是 可以先用 先冰寫一個 HTML檔案 那這個檔案內容就是這樣 我在 就是 嗯 我只要在 我在開頭這邊 我把 開出來的那個 網頁 我要講說要叫做 node.js 然後 index html 然後在裡面 如果訊息就做 y 你就做 yo這個 這個訊息的話 對 那我這只是 比較簡單的這個編寫 然後 那我今天如果要 去讀這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 那 我要怎麼去讀 就是 那我剛剛也是要先載入一些 一些模組 然後 就是一樣 要 製作 所以要先載入 HTTP的模組 然後再來你可能會用到 URL 所以要把它載入 那因為它是一個檔案 那我 就是 它是一個 HTML檔案 那所以它也需要一個 FS的模組 那這邊我先去假設 那個資料夾的路徑 假如說 它是 我這邊建議的資料夾 叫做Static的這個資料夾 然後Encode 就是說我讀出來 我用什麼方式去讀 這個變數 我就是 如果我用UTF8這個變數 那我先存起來 然後接下來 我就是 嗯 先 創造一個server 你連過來 那我要給你 回應嘛 那回應的話 我就要先解析說 你到底要什麼 那你到底要什麼 就是 把你的那個 UIL 我需要拿到你的UIL 那就是 這邊的這個 function 它就會 有一個request 跟response 那我從你的request 這個的UIL 那我去 拿出來 然後 用UIL.prse 這邊 我去把它 做 做剛開始一個基本的過濾 就是 因為怕說你是一個 不太 不太好的一個 請求 所以我先做基本過濾 那過濾完之後 我把它轉了物件 物件先存起來 存到paste這邊 那 接下來如果 我拿到你的 你要的東西 你想要拿到的東西 那接下來 我就要去找說 webren那個東西 那我接下來 file pass 這邊是說 你要找 你要 你要的東西 我假如說用一個file 它的路徑 假如用一個file pass 在存 那我剛開始先說 就是 假如這個路徑 假如這個檔案 是在一個 static的這個資料夾下面的話 那我就是 我用自換的方式 把它這樣接起來 接成一個 路徑 那我有了這個 就是 我有了這個檔案的路徑的話 那我就可以去讀 那讀的話 就是把它放到 read file這邊 然後再把它說 要用 要用什麼的 encoding的方法 去讀 那 讀的時候可能就是 會有發生錯誤 假如說你原本就沒有這個檔案 那我就把error訊息吐出來 那 假如有這個檔案 那我就把檔案內容 先存在file裡面 然後 接下來 if error這邊 就是如果錯誤訊息 那我就 就是 沒找到嘛 那就是404 那我就找 我就講說沒有發現 然後 沒有找到 然後接下來 response請求 就是 and 就是 結束請求這樣 結束 結束回應 然後 那如果 有東西 就是 error部分是做這些事情 那假如真的有那個東西 那我就把它寫出來 然後 讀到 讀到 就是用 回應這邊 我 response這邊 點write file 就是把那個 file的東西就是 塗出來給你看 看是裡面訊息到底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在 response這邊 點end 就是回應的結束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 嗯 因為剛剛說假如說我是 創造一個資料夾 是static的這個資料夾 那裡面 這裡有個index 這個是 嗯 就是剛剛那個部分 我先編寫一個html檔案 那裡面的 內容是 YO這樣 然後 接下來我把它存到這個 路徑底下嘛 那 存到路徑底下之後 那我要去找 去讀它 那 那 讀它的話 嗯 好 先來 demo 好 那這樣 伺服器這樣就有建議了 那接下來 嗯 我就等使用者看看說 他到底要 找什麼資料 我這邊到底有沒有 沒有 那假如說你什麼都沒有查的話 那就是 我就是把錯誤訊息 告訴你 就是說我沒有這個東西 那假如說今天是 index的話 那我就會把剛剛裡面檔案的內容 然後 秀出來 然後告訴給你看這樣 好 好 那我 這後面是最後是我的參考是要講 那今天我 NOG都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先 先來吧 沒有 那 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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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